以哈利波特系列小说 闻名全球的女作家JK罗琳 6号自爆出现新冠肺炎的所有症状 她在推特上自爆 过去两周出现新冠肺炎的所有症状 但没进行筛检 后来遵循医师的建议就康复 还附上影片说 这是免费又没附作用的好方法 网上粉丝疯传 但质疑声浪也不断 来自英国皇后医院的医师 先是深呼吸五次 每次B75秒再呼气 第六次深吸后用力咳嗽 最后还要平躺深呼吸十分钟 真的有用吗 越多人的经验一致的话 证据等级才会提高 所以目前很难对这种消息 很难给他一个正确的评论 深呼吸疗法概念是 借着深呼吸增加肺部空间 缓解症状 但医师点出关键 他是不是得到新冠肺炎呢 这一点要请他的医师来证明 如果他不是年纪特别大 他本来恢复的机会就很高了 因为不管怎么样 这个病的死亡率是个位数 个别疗法获得名人青睐分享 但尚未有医学证实 民众出现症状 千万别提醒偏方 就以检查治疗才是正确做法 记者张大朗 陈静怡台北采访报道 你不能再等不下缓